被芝士蛋糕的名字所吸引,很早就买来了奶油奶酪和模具,天气冷了,我来一块芝士蛋糕补充点能量吧,芝士蛋糕的做法不重。 1.准备原料 2.奶油奶酪隔水融化,打质顺滑 3.分次加入蛋黄叶 4.分次加入糖20克 5.加入牛奶 6.筛入粉类 7.加棉纹汁,橘子汁,要求每个步骤都要搅拌均匀 8.8到10,蛋白加入剩余糖,打质湿性,提起打蛋器,蛋白成弯钩状即可 9.把7和8混合切拌成蛋糕 方法,先把1 3分之1蛋白加入蛋黄糊中切匀,再全部倒入蛋白中切拌均匀 10.倒入模具中,烤盘中放1 3分之1水,1 1 165度45分钟 自由没写放在哪层,我习惯性的放在了中层,可十几分钟表面就裂口了 我再一查别的方法,有放下层的,有放到树第二层的 12.赶快补救,移到了到树第二层,可裂口已经无法补救 而且愈演愈烈,不过飘出的芝士香味还是很残忍的 13.出炉了 14.两大勺滚酱对少许热水调匀,涂抹在蛋糕表面,使用的储具,电烤下